256 按相加 相加太简单 相乘好了 送出 OK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最大的跟最小的 另外还有相乘的 那因为有一些变数没用到 所以这边会产生一些错误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关掉 关掉的方法 我好像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上面加一行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相减 相加等等的啦 反正做完类似像这样 这题是要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表单打开 那里面的话大概几个 几个可能需要改的啦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改好了 首先第一个当然表单 表单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这一题基本上 做出来的 Post过去 应该是Post给第二个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我今天 随意输入几个数字 相加按送出 后面的话呢 它也没有 URL参数没有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用那个 Post的方法 那传给谁呢 传给这个 PHP01-2 所以一样 点一下这个表单 就红色框框里面 底下会有个标签叫Phone 那它的Main色的部分的话 请你把它的动作 丢给什么 丢给一支二 也就是将来用Post方法 然后丢给一支二 它是一支一嘛 然后最后的话 再来还有哪一些 这个名称的话 也好像原来就有了 T1 T2 这个是T3 然后呢 这边的话插入一个什么 表单的元件 就是核选方块 那你可以先插入一个 名称的话 这边是分别是C1 那核选的值的话 我里面先加一个 ON 表示有打勾 再复制 按下Ctrl键 拖到按 Ctrl键 它复制一个 然后呢 名称 你一复制过来 它就C2 复制就变C2 值的话也是ON Enter一下 那这边的话C3 里面的值的话 核选的值也是ON Enter一下 然后呢 这边也是ON 那是C4 好